攻击葫芦娃 我不喜欢这些地址上的玩具 我要玩高科技玩具 高科技玩具 哇 这是什么 小子 这是我们钢铁侠 给你带来的高科技玩具 显微镜 它可以看见很渺小的东西 非常好玩 是的 你快点玩吧 现在我们就打开玩具 所有东西我们都拿出来了 这个是显微镜 这个是观察标本 这边还有各种工具和说明书 我们先把电池装上 把标本拿出来 这里有落叶标本 马铃薯标本 百合花标本 蒲公英标本 鲸鱼标本 兔子标本 羊毛发标本 蛤 我们先看这个鲸鱼鱼标本 我们现在把标本放到显微镜上 把显微镜的盖子拿下来 打开底部的开关 我们现在就开始看 哇 我看见了鱼鱼上的纹路 哇 我们旋转这里可以调节镜头的上下 这里可以调节灯光的上下 我们旋转这里可以调节观看的背景 我们用这里还可以调节观看的角度 哇 小朋友们 刚才我用最高背景看了一下 里面都是一根一根的 就像恐龙的骨架一样 嗯 现在我们再看看兔子的毛发是什么样子 哇 这里面好像是乱七八糟的树枝一样 小朋友们 我现在抓住了一个蚊子 我们把蚊子放在显微镜底下看看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把蚊子放上去 哇 蚊子的身体上还有很长的毛 看 好怪兽一样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虾卵 哇 我看见了这个虾卵就像黄色的石头一样 它们好几个都连在一起 小朋友们没想到这些标本这么小 通过显微镜 我们还发现了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你们也快来一起看吧 再见 绿巨人受死吧 啊 可恶 看我绿巨人怎么用大拳头打倒你 我要打败你 攻击 知道我钢铁侠的厉害了吧 小朋友们 我绿巨人被打败了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玩 光铁侠和绿巨人对打 攻击小泽 我绿巨人要打败小泽的钢铁侠 钢铁侠给我使劲打 我要打倒绿巨人 哦 打 使劲打 打倒钢铁侠 哦 不 哈哈 我赢了 哈哈 我赢了 哈哈 小朋友们 小泽打败了我 看起来他很嚣张 我要给他玩一个更难玩的玩具 小泽 这是一个操控体操人玩具 你要是能把它挽留了 我才扶你呢 小意思 哈哈 小泽的大话说的真响亮 那我们现在就看你玩 打开开关 我们按这个红色的开关 这个小人就会摇动起来 在他转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按大的开关 这样他就会跳出去 如果他是站着 我们就成功了 哈哈 小朋友们 小泽现在连让小人旋转都会成问题 我看他肯定不能让小人跳起来的 肯定不会玩 会失败的 小朋友们糟了 这个真的很难玩 我很难控制 哈哈 现在还是看我绿巨人的吧 我们首先用这个小按键 有节奏的来控制这个小人的旋转 一定要先让他摇起来 之后他就会转起来了 在他转的最快的时候 我们就按这个大的红色按钮 让他跳出去 他就会跳起来 哈哈 成功了 我们再玩一次 就是这样不停的按 利用小人的惯性 让他转起来 在他转到最快的时候 我们就按大的红色按钮 让他跳出去 搞错了 再来 今天就玩到这里 再见 阿 奥特曼玩具 我不喜欢 攻击 阿 我要新玩具 新玩具 阿 这三个是什么 小朋友们好 我们三个是恐龙战坨玩具 是小泽带来的新的对战玩具 绿巨人快点玩吧 没错 我们现在玩陀螺玩具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对战吧 红色霸王龙战坨机甲 对战金色霸王龙战坨机甲 糟了 我的红色霸王龙没打过 哈哈 我的金色霸王龙战坨赢了 阿 你不要太相当 我还有三角龙 这次我要用三角龙和你对战 好的 金色霸王龙攻击 三角龙攻击 啊 小朋友们 这次我们打了个平手 我要用两个战坨一起攻击他 饭马过来吧 哈哈 二大一 我赢了 哎哎哎哎 哈哈哈哈 小朋友们 今天是玩到这里 再见 小朋友们好 我在玩那 比小新一晃屁气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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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 哇 战罗王龙战来了 小子 别玩这么幼稚的玩具了 我给你带来了高科技玩具 哇 这是什么玩具 这是好玩的不倒翁独轮舌玩具 它可以在绳索上跑 而且不会倒 哇 这么好玩 我现在就开始玩 哇 哇 它真的可以在绳子上跑 厉害 看 它这样都不会倒 哇 小子 它还可以放在碗上跑呢 它也不会掉下来的 非常好玩 哪里 那我现在把它放在碗上 不可思议啊 哇 小朋友们 它在碗的边缘也可以跑 嗯 它虚似 它虚似 虽然看起来摇摇晃晃的 但是始终不会掉下去 真的是太好玩了 嗯 当然了 这是我赛罗奥特曼带来的高科技玩具 肯定好玩了 你现在放在桌子上也很好玩的 你就是用东西撞它 它也不会倒的 现在我们放在桌子上 看它会怎么样 哇 它好像跳起了芭蕾舞 它旋转的非常快 但是也没有倒 我拿东西撞它它也不会倒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再见